油气运营重大改革敲定 国有资本控股 投资主体多元 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到底怎么建 市场化导向高水平开放 上游供应多渠道 下游竞争要充分 石油天然气市场 未来怎么变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央视财经评论 咱们国家有很多大型的国企 央企体量都非常大 但是接下来你可能听到一个消息 还会成立一家很大的大型的央企 是哪一家呢 我们来看在昨天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是正式审议通过了一份实施意见 叫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 实施意见 这个当中提到 要推动石油天然气管网的运营机制改革 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 组建国有资本控股 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 很多媒体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 都说这个公司可能会叫 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 或者叫国家管网吧 这样一个新的大型的企业呼之欲出了 在这样一个向南 垄断已经非常深的时间和这种深度的石油天然气行列 这样的一个公司的成立到底 它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接下来的石油天然气的改革 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和我们来分析 一位是中国能源网的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先问一下韩先生 你看这个我们的文件当中说的 基本就是国有控股 投资多元的意思 但是大家一旦想到石油天然气行业 那是当然的国家垄断行业 欢喜国际民生的 现在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管网公司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 就是我们建立国家管网公司 那么打破了整个这个过去纵向一体化的这种垄断 那么它会激发整个社会的这种 大量的在油气行业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 其实每个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电网 我们的高速铁路 我们的高速公路 我们的重轨铁路什么 都做得非常好 现在唯独一个重要的短板 就是我们的油气管网 尤其是天然气的管网 那么天然气管网 这些年来建设的是 应该说非常的滞后 这个滞后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束缚了我们整个能源结构的转型 对 我这插一下 您既然说到这个短板 我们这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说17年底的时候 咱们国家运营的这个 长输天然气管线的总理程 是7.4万公里 干线管道密度是每平方米 只有7.3米 这个只相当于美国的1% 法国的1% 德国的1% 而且互联互通的程度 还相当的低 这个经营应该是 刚才韩先生说的这个短板 对 所以当时就是在2006年 党中原国务院制定了 石油天然气 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中 实际定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把原来的油气公司 把它的天然气油气的销售 和它的长输管网 要把它分开 那么分开以后 2016年 我们才能够测算一下 这个运输的管网 大概是运输成本是多少 第二个要解决 这个管网要对第三方准入 就是不能够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管网 都是企业管网 我中石油建的管网 我中石化也建管网 中海油 然后我们管网之间 第一个是互相不连的 另外我所有的管网 就是根据我的资源 我上游有一个气田 有多少气 我下游大概有多大市场 我建一条管线 过去就输这么多气 给举个例子 就是像中石化曾经建的 当时它在普光气田 那么有一些天然气资源 然后当时就要把这个气引出来 就穿气出穿 那么建了一条管道 那么就针对普光的起田 和下游的市场出了穿了 后来没想到 就帮他自己公司 在福林又发现了 大量的液源气资源 另外还发现其他天然气资源 而中石油 也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资源 结果这些气 没有办法通过这条路 我们知道 鼠道难难于上青天 好不容易给你个路由 结果你建了一个很小的管道 你没有把更多的气量输送出来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 就是向所有的公司来服务的一个 把这个对第三方开放 最后改革还要成立一个专业的公司 这个专业公司 第一个就是把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相关的资产 把它拿进来 然后国家注入资本 然后这个资本再进一步 吸收外部的资本 形成一个多元化 最终要走到资本市场 然后让它作为一个 只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长输 那么其他的那些上下油 全部交给别人 就叫管住中间放开两桶 那这样打个比方 可能一般观众不太理解 这个输油输器 跟这个上油生产开采 包括销售什么关系 可能是不是有点 类似于我们的高速公路上 如果是我的车 就只能跑我的路 但是以后 这个是大家的车 都可以跑这个路 但这个路是由国家 总体来控股投资修建的 大家都可以跑 这个到底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每一家公司 都修一条高速公路 然后这条高速公路 只能跑我自己公司的车 别人的公司不让 车不让上来 可能轨据都不一样 各方面标准都不一样 你就不能来 那现在就把所有的路 都收在一起 我成立一个专门的 高速公路公司 所有人都可以走 所以刘哥你看这个路 或者这个管网 它单独的独立了出来以后 你觉得它的 突破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关键 就是单独组建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我看到 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个方案 包括各个体系里面 中石油的体系 中石化的 或者是还有一些 一些机构 他们提出来的这种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 其实我们现在 深改为选择的这样的话 在当时看作 应该说一个 最积极的一个方案 实际上很多人的 实际上对这个方案 是有担心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案 应该说就把原来的 中石油中石化 这两家大公司 他们在手头上 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 全产业的链条 这里面中间 这一块拿出来了 那么这样 可能是对于很多的 就原来的这些 垄断企业来说 对来说的话 要触碰利益了 对他们来说的话 可能未必去愿意 因为有的方案 比如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分离出来 但是他们还在 原来的公司的体系之内 但是国家制定单独的政策 这样的话 可以和让第三方的话 你也可以互联互同 但是现在看来是 采取了一个 那么釜底抽薪的 这样的一个办法 也就是完全把它 单独列出来 那么这样应该说 这个改革的决心 和这种措施的话 应该是比较 更加强劲的 对 所以综合两个意见 一个是韩先生说到 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块短板 必须得补上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深化改革 必须要往这种深处去走 但是韩先生 很多人都在想 我们像这样大体量的 央企国企 垄断行业的 这种改革的话 之前有我们的电网的改造 有国家电网 在电信行业 有中国铁塔 包括中国联通的混改等等 就是油气这个领域当中 不只要慢一些 但是又有人说 你如果这一次 单独把官网 把它给单独独立出来 会不会又造成形成 比如说又形成一个国家电网 其实它还是相对的垄断 它不太会形成国家电网 因为这个其实大家 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你别最后 又造出一个新的垄断以后 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灵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知道这个公司 它不是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尽管它把中收 中海油这些资产拿进来了 但是其他人 也可以继续建设 这种跨城的官网 并不是说 我建了你不能建 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 说你不能上中油 上中下油 你都干 你只能做这一环 只能做这一环 对 第二个就是 它不针对消费者 我们看所有的垄断 比如说电网公司 它直接去卖电 到中端的消费者卖电 但是这个公司 它是不对的 它只是上游和中油 我只负责运输 这个协议是怎么办的 上游的汽田 和下游的经销商 你们签协议 然后我根据我的运力 然后给你 如果不够 我再建设新的官网 就是说我如果对比一下 可能如果要是 和电网和铁塔来比的话 它可能更像铁塔 也就是说它要更强调 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 它的公共性 所以那么它这种 油气的这种运输 它本身是具有 就是它有一定的 自然垄断性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 完全的话 就是它这个行业里头 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话 它都不可能是一个 完全竞争的这样的市场 但是现在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环节 拿出来 把它变成了一个 公共的一个渠道 那么这样的话 让两头的市场主体的话 能够更进一步的竞争 这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 解决我们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垄断的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所以借用我们刚才 打的这个比方 就是你生产车的 不能再去修路 也不能再去运营这个路 也不能再最后去卖车 这一条路 你不能全部都做 只能你只能管中间这个路 网本身 这就是我们的两头分开 但是我们接着看这个 石油天然气管网 运营机制改革 实施意见 后面还有一句话叫 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 多主体 多渠道供应 中间统一管网 高效集书 下游销售市场 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 其实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 就共同宣布了一个措施 那就是对于外国投资者 这个投资加油站的 这个股比的限制 取消了这个外资连锁加油站 超过30家 需由中方控股的 这样一个限制 现在随着 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终端 这个成品油的销售市场 最近也是你可能 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外资的加油站 出现在我们身边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油确实要便宜一点 我们来看看最近 新开的一些外资的加油站 3月17号 在山东济南的淮英区 英国石油公司BP 在山东的第一座加油站 正式开业 对于像BP石油 这样的外资品牌来说 中国放开外资加油站的 股比限制 极大的鼓励了 他们投资的信心 而除了BP石油 多个外资品牌都宣布了 在中国扩张加油站数量的计划 翘牌公司此前就表示 计划在2025年前 将其在中国运营的加油站数量 从目前的约1300个增加近两倍 达到约3500个 事实上多年以来 国外品牌的加油站 在中国市场的比例很小 数据显示 在国内成品油零售终端市场中 民营企业的占比达到了50.71% 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国企加油站 占比在46.65%左右 而外资企业占比仅有2.64%左右 因此扩大外资进口 将能够对国内成品油终端市场 带来更多的良性竞争 未来中国加油站的竞争格局 将会愈演愈烈 但是我们认为短时间之内 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的这种格局 是难以撼动的 不过由于外资加油站 在燃油市场上发展是比较早的 所以说无论是在他们的服务模式 还是经营的模式上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借鉴 韩先生你看我们这个小片里 说到的中端零售的这种格局 短期恐怕很难撼动 但是你看我今天晚上就要去加油 可能会选择一个就在我们旁边 不远的一个外资加油站 每升大概便宜五毛八毛 甚至便宜一块钱一升 可能是个例 可能也只是一种促销 但是让人感觉就是有竞争了 这是我们在一个终端的 有放开的这样一个举措 但是你怎么看整体的 我们的石油天然气行业的 一个思路叫两头放开管住中间 再看看我们上游的 多主体桌渠道的供应 和下游的销售市场 也要充分竞争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思路 这改革思路的一个关键 就是要解决公平准入 通过公平准入 来促进整个油气行业的发展 因为原来你这个石油公司 比如说中石油吧 上中下游我都做 然后我利润可以藏来藏去 我上游的时候 那我可以让你外资进来做 但是外资进来 我给你一个很低的价格 因为你不通过我 你的气势输不出去的 你必须通过我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利润藏在中间 那么从国家角度来说 我让你去建这个什么 建这个定价的时候 我又可以说我中间不赚钱 我可以把钱又藏在下头去 因为下头的时候 昆仑也都是他的公司 所以中间你可以藏在 所以我们后来 在研究油气改革的时候 发现没有一个国家 市场化的国家 是允许一个公司 上游下游都干的 因为你上游下游都干了以后 一方面监管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另外一方面 你就所有的竞争者 全部被你排除掉了 没有办法跟你去竞争 所以只有把这个中间的环节 把它拿出来 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 然后对所有人开放 我们才能把整个石油 天然气这个行业 把它带动起来 所以刘哥你看 我们这一次的改革 这一刀就在中间这个环节 对 这是把一个闭环的产业链 把它打断 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 那么就是只有打断这一条 这个闭环的产业链 那才能够真正的激发市场活力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都有自己的国家石油公司 然后都有一定的垄断性 但是的确像韩先生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从勘探到油田 然后到运输 最后到链油到零售 都是由一个公司 从头干到尾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所以你一旦形成这样一个 闭环链条以后 别人想插进来插进来 你比如说一家石油公司 它现在我们现在有大量的 从国外要进口石油和田人机 那么如果它进口 进来到了港口以后 到链化厂之间的这个管道 如果让你让它自己再造一条 那个代价它可能完全承受不起 那么如果要说这条管道 是不是某一家公司的 而是一个公共的 那么它就可以完全介入到这一头 或者它也可以介入到销售端 那么在销售端 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话 设立一个零售的一个加油站 或者是我去卖其他的这个石油的产品 然后呢 那我的中间的这个运输渠道的话 是可以公共使用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一方面是提高了 我们管网建设的资金的来源 和它的使用效率 另外一方呢 就是说通过斩断产业链 通过斩断产业链 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活力呢 能够激发出来 能够让更多的投资主体 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确实这一次 我们申开委的这第七次会议上 通过那么多份文件 有关于系统大开发的 有关于人工智能的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可能很多人 对这个没有那么关注 但是它非常的重要 对 可能行业内的人士 就会觉得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但是同样也有一种声音 觉得你这个动作 一旦很大的话 你困难也会很多呀 就简单的 你这个管网公司 要从中石油中石化 三桶油剥离出来吧 它的这个估值 它这个资产的边界的划分 包括最后这个 还有一些省属的这个管网 是不是也存在很多的障碍 这个是很难去突破的 确实是障碍非常非常地多 你大家可以看这时间 其实我们推动邮寄改革 应该说是在98年的时候 就想推动邮寄改革 但是这中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 但是改革确实跟其他的行业 比的是远远落后的 那么我们在2016年 党中央国务院就制定了 深化油气体制改革的 这样一个意见 但是到19年 我们现在估计要到19年的下半年 可能真正的管网公司 才能够独立出来 真正运行起来 那么中间确实是有 错综复杂的问题 有一些是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还有一些确实像你刚才说的 是有利益的问题在里头 因为对于石油公司来说 它中间这个利益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在油气管网上头 我可以储备很多很多利益在里头 另外一个 就我养了这么多人 我总得有活干 对吧 那我一个管网要建设 一条管道要建设 我设计单位是我自己的 然后我所有的招标 是我内部的一些企业来参与 来围这个标 围标以后可能成本就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最后还是我自己的运行 我自己运行的过程中 就是除了我的油 我的气可以运输 别人都不想运输 所以效率又变得非常低 就导致了我们的书记成本很高 这有点让我想到最近 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事情 就自己生产 自己设计 自己安全检验 就一条龙坐下来 但是你看 做了这么多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看的是 从混改的角度 有50%这个资金 是希望从民间资本 社会融资这样进来的 现在你觉得 我们的这样的社会民间融资 它的意愿强烈吗 它能够看到具体实在的好处 并且这个投报周期和投报回报率 这数个吸引人 比如说地方政府 就是像类似于高铁建设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它可以被引进来 那么以前都是由石油公司 他们全部完成整个的 从设计到施工到招标 所有的过程 但是如果现在 很多石油管道 它也要通过一些 比如说也涉及到拆迁的问题 那么这样 如果地方政府和地方的融资平台 也通过某种方式把资金使用起来 那它就是资金的使用的话 就来源就更多了 另外的话 一些民营资本 它也可以 即使它这个回报可能不高 但是它相对比较稳定 它也有可能的话 通过某种方式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新的投资体系里面 之前这个改革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测算 有些机构测算了一下 到2025年 我们整个的天然气管网建设 要花大概11.5万亿 这个量是很大的一个钱 远远超出中修中修化 主要是天然气管道 对 它们的承受能力 但是你这管网不建的话 你的天然气就没有办法消化 没有办法进行能源结构的转型 同时 如果你把钱都砸到了管网上 你的上游勘探开发 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投入 对吧 如果我们的上游开发不投入的话 我们的能源安全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当初把这个石油天然气 交给三桶油 为了保证就是中国的能源安全 对 但是到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呢 进口的数量越来越大 我们的石油对外预存度70% 天然气的对外预存度 去年是45% 今天很可能要突破50%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果 是我们的能源越来越不安全 而且我们对外预存越来越多 而我们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然后又造成了我们很多的石油工人 没有足够的工作 收入非常的低 非常的困难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闭环 这个死扣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斩断这个绳子 对 这是内部的 我们斩断作为一个改革的 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但对外我们是体现一个 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这样一个姿态 最后简单的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石油行业领域 一旦说到开放的话 可能觉得这是很遥远的 但是要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开放 到底能够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上游的开放 美国的预言气革命 预言气成功 背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 和中国大量的装备 我们能够去帮助美国 去实现预言气革命 但是我们自己的对外预速 反而越来越高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市场过于的垄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国家进一步的要开放 我们石油上游的天然气开放 包括对外资 那么原来我们要审批 现在就核准就可以了 那么大大减少了这个环节 使它整个的大量的资金 就可以投入 但是投入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做了这个气的 能够输出来 那么你如果官网不开放 我就输不出来 对 无论如何 我们这个坚决的改革的 这一步伐迈出去 这一刀是下去了 最后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马上回来 感谢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打破垄断 触动利益 这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要现在组建 这个国家广网公司了 韩先生您还是总结一下 它的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昨天国家管网公司 这油气改革迈出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一步 因为这一步迈出以后 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油气行业 就可以更多的吸引资金来进入 因为中间这个环节是最关键的 说如果我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开放的 那么很多人就可以去投资 那么同时管网公司 也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 因为刚才刘格老师也说 管网公司这个投资 是我们像社保基金 企业年金是非常喜欢的 6%到8%的稳定的收益 而且一条管网建设以后 像美国的管网 六七十年还在运行 甚至有的一百年了 这个管网还在运行 那么你投进去以后 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 另外上游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的其实 油气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就是我们投入不足 创新不足 那么有更多的企业来 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 有更多的创新 那么无论谁来投这个资金 其实还是用三桶油 中修 中沙 中海油 最优秀的员工 对吧 最好的装备 最详细的数据资料 都在他们手里头 那么都要跟他们合作 那么他们就可以充分的就业 可以有更多的工作量 那么最终要解决的 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能源结果转型 另外要解决我们的能源安全 虽然是肥水流了外人田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这是对持续发展 和各方都有好处的一个改革 对 油气行业是国际改革 空间的一块硬骨头 我们看到其他的行业 基本上都是按照 一个既定的计划改了 尤其这个行业里面的改革的话 也放在后面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难度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既需要决心 可能也需要耐心 因为这个行业里面 一个是它长期形成的 一个封闭的体系 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那么而且这里面 因为它一直在一个体系里 所以它各个环节里面的 盘根错节是非常复杂的 包括账务上面 资产上面的盘根错节 人事关系上的盘根错节 等等是非常复杂 比不齐 另外呢包括员工的人数 可以谈得更多 所以要把这件事都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